结束共享 可以 OK 周老师帮你名字写对了吗 对了 完全正确 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啥不好意思 这个完全是因为你的努力 谢谢你 谢谢程阿石 好了 那我们可以 那程老师您结束一下共享 我们要先介绍一下 不要弄那么正式 我觉得今天主要是跟那个 根据你以前的指示 主要的对象是我们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 对对对 我今天主要以这个为背景 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行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好 陈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是那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赵南 那今天由我来主持 好 谢谢你 赵老师 欢迎大家参加 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与智能学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电子科技主办的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系列讲座 今天举办的是第九奖 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美国加州大学 莫塞德分校的陈阳权教授作为今天的主讲嘉宾 我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 来自西电的赵南 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个学报 信息与智能学报英文 是西电新创刊的英文学报 主编是郝月院士 目前信息与智能学报英文 是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的计划高起点新刊 我们的办刊目标是高起点高水平高影响力 西电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是老牌的期刊学报 是中国科学信息与通信工程领域 推荐期刊T1级别 被EI、CSCD、中国核心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等国内外多家著名检索刊物 或者数据库固定收录 收稿范围主要包括信息与通信工程 电子科技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 及相关领域 那么下面我介绍下 本期讲座的嘉宾 陈阳权教授 陈教授于1998年 获得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博士学位 2000年至2012年 在犹他州立大学 担任电子工程系教授 201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 莫塞德分校工程学院任教 陈教授的研究方向 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基电一体化 认知过程控制 也就是基于数字栏声的智能控制工程 基于小型多无人机的协作多光谱个人摇杆 分数皆微积分在控制建模和复杂信号处理中的应用 基于可移动执行器和传感器网络的分布参数系统的分布式测控等 2018年到2021年 陈教授入选科瑞维安的高倍引学者 并于2012年和2022年获得了 由他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莫塞德分校颁发的年度研究奖 2018年 陈教授凭借其在无人机领域的杰出工作 获得了参议院杰出学术公共服务奖 在2011年 在意大利米兰IFAC世界大会上 获得了控制工程实践最佳期刊论文奖 陈教授也因应用控制理论解释人际关系 而获得IEEE 优他州立大学学生分会颁发的关系顾问殊荣 那么本次讲座的主题是如何追求研究卓越 陈教授将与我们分享对如何追求卓越研究的思考 内容包括关于研究的探讨 以及如何定义一般的研究主题 陈教授还将分享他关于阅读、写作和演讲 在实现卓越研究中的作用的看法 内容还涉及研究伦理和传播的主题 相信今天我们会从陈教授的报告中收益良多 报告后有观众互动环节 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与陈教授的宝贵交流 下面我们有请陈教授为我们做报告 好的,谢谢藏男老师的介绍 陈老师 那么我现在退出共享 您切入视频 对,好的 大家好 声音和图像都可以是吧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大 前中书说这个讲学 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学讲 所以每次跟大家分享的话 可能讲的都不大一样 我这个题目的演讲已经在很多场合下 跟很多人分享过 对于我的自己的实验室 我每个学期都要讲一遍 虽然换电片差不多 但是内容有时候会有所不同 所以你如果已经听过我这个演讲 再听一听可能也有好处 好,我开始 首先要感谢朱学阳老师 他非常热心 然后给了我很多建议 然后在座的各位 大部分是研究生 还有我们的青年学者 谢谢大家来听我这个演讲 首先大家很好奇 这个UC Merced在哪里 整个这个东西是个加州 加州就在这一块黄的这一块 然后我们这个中加州叫UC Merced 整个这个中加州是美国的粮仓 生产很多农产品 你们爱吃的美国大型人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地区来的 以及美国的这个cheese 这个奶肉 也是这个地方产生的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硅谷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个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 所以我这个城市 就是默塞德呢 也叫The Gateway City to Yosemite National Park 所以以后大家要去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去玩的话呢 记得Yosem Merced 还有我 然后联系我 好不好 欢迎大家来 我们这个地方呢 离硅谷 离它的加州首府 Sacramento Device Berkeley San Francisco 这边差不多都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去优胜美地从我们这儿走 只要70多分钟 去LA呢 要开车大概4个小时 来回 你可以看到在北边 我们有5个UC Campus 在南边有个UC Campus 我们UC Merced 是老十第10个 这个UC Campus 我们这个学校的相对年轻 2005年才开 2005年才开 然后呢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 在美国这个 新闻和世界报告里面的排名 进入的前100名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我们把私立学校拿掉的话 只是公立大学排名的话 我们早已经进入前40名 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在所有 这个只有50年老的这样的大学里面 年轻大学里面 我们排名第三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成就 另外这个加提科尼亚大学 是一个公立大学系统 我们有10个分校 然后呢合起来 我觉得应该算是世界上第一 抢的这个公立大学系统 每年都有 那边 加拿获得者 所以 这个在 这个公立大学系统里面 我们为这个打破这个阶层隔离 提升人的这个阶层 跨越这个阶层 做出了非常非常好的贡献 所以 这个有一个说法 在美国的这个 所有的长春城大学里面 他们接受的这个低收入家庭 也就是从孩子 的总人数 都抵不到一个UC Berkeley 所以这个数据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 为阶层的提升 倒破阶层的隔离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的题目是 How to pursue research excellence 如何追求研究卓越 这其实是一个 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个话题 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式 可以套用 其实只是有一些主要的思路 这个研究卓越是什么 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研究卓越 我们要分这几个部分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就是说 怎样来定义问题 就是finding a research problem to attack 其实这个是个重中之重 我在这里面要 讲很多 剩下的话就是说 在研究卓越的追求途中 我们要提高写作 还有阅读 还有做报告 以及后面的 关于和人的来往 networking 也叫人际关系 其实这不是一个贬义词 这个是一个保译 networking 还有伦理 以及你的所谓的影响力 怎样来提高 这些问题我们都会涉及一些 然后我们会留点时间的 大家我们互动来讨论一下 所以我首先讲 这个关于如何来定义和寻找研究问题 首先我要说呢 我大部分的内容 在这一部分呢 是基于很多年前 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 Rich Hammond的这个演讲 你们如果在 这个这个B站啊 或者哪个地方看到 这个你和你的研究 关于这么一个 Rich Hammond的这个 这个演讲的话 可能是我搬上去 后面我会提到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什么叫research 这个什么叫research呢 Richard Megan 我的很长期的这个朋友 在分数界方面 有从高地位的 他说他从他的导师那儿学到的 就是说叫 first, best or different 换句话说呢 做研究呢 有四个选项 要不然你就要做第一 你做不了第一 也不是世界的尽头 你要最好 要最好 如果你既不是第一 又不是最好 那你要跟人不同 你要同的话 就是抄袭了 对吧 所以你既不是第一 又不是最好 又不是不同 那你最好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So do not bother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把第一放在 第一位呢 是因为其实做好的研究 你要做最原创的 你没有amago去比较 那么你的文章就不需要跟他们去比 你首次提出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最损失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原创 其实是最叫什么 cost effective 最有效率的这个研究 所以你要做的说 前面已经有好几十种方法 你提出另外一种方法 与这种不同 也是可以的 当然你很辛苦 你的审稿人就让你跟他没有比 你跟他还要比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 有一个说法叫 和尔不同 是吧 觉得这是一种境界 但在研究里面 这是一个最低的境界 所以大家 紧追求不同 那个是一个非常低的要求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原创放在首位 然后不是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做第一的 这也没关系 那么我们要做到最好 就是best first best or different 如果都不是 那么就不要去浪费生命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就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 就是说以我们年轻学者 或者研究生的话呢 你对这个的判断力 是不如你的导师的 所以你有你的导师 在这个地方 他能帮助你来识别 你这个题目 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个还有什么做的空间 是不是原创 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你的导师 你的导师至少比你读的要多 见多要识寡 那么说不是说 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吗 这个是有道理的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你只是靠过什么搜索引擎 或者现在的chatGBT 你就可以来识别你的研究 在什么样的层次 你还要依赖你的导师 和你的这个研究生的学位 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要咨询他们 多听起其他的意见 好 这个我相信大家 关于research 我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题外话 因为这个搞research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叫 它比奥林匹克竞赛也其实要难很多 因为在研究里面是不存在第二的 可是你在奥林匹克里面也有金银铜 对吧 铜盘 可是在研究里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只有第一 对吧 你第二根本不行 你不可能说是你号称你是第二个发现了牛蛋第二定例 对吧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第一或者你最好或者你感到完全不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做研究比奥林匹克竞赛要难 嗯要难 所以不是很多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研究的 你自己在内心 你不需要告诉别人 但是你在内心要有这种追求卓越的愿望 这是首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呢 还要问三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是我以前的同事 Peter Sherman跟我分享 我把它总结一下 就是说 你做了这个东西 你跟别人讲 然后别人说 so what 你说那个又咋样 所以你要不停地跟人家讲清楚 让人家听得懂的话 让人家知道你做了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who cares 你做了这个好的研究 那你的下游的用户是谁 那个人才在乎你这个结果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不思考一下 你这个有什么人会站在你的肩膀上 牛顿不是说他站在巨人肩膀上 所以他看得更远 那么那么你要问你自己 你站在谁的肩膀上 你的肩膀会提供给什么人站在你的肩膀上 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想一想 所以这个who cares 也非常重要 但是研究呢 它有个竞争性 就是说 你在做别人也做 你想到为什么别人没想到 对不对 所以凭什么是你 所以这个三个问题问下来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问你的导师说 why us 凭什么是我们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 所以这些问题 你其实有时候并不能回答得很好 要仔细的追问 思考他的答案 那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咨询你的导师 或者说和你的同行 有一些深入的讨论 我说的是小同行 就是说跟你做相识方向的 所以这些问题呢 也在做研究里面要讲好 对吧 所以给定了这个 background 我们就有点感觉 就是说做研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是对自己的内在的愿望 就是说你要有inner desire 你要有这个内部的这个动力 去追求这些作业 来问这些问题 你才能做好的研究 对不对 所以我已经说过这些话 就是说做研究比二十多 研究比克还要能 然后呢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总是做一些 我们总是应该做一些 叫something significant 做一些比较有显著意义的事情 另外就是说呢你的研究呢 应该对现实世界有影响 就是research matters 你试想一下你做的这个东西 所以就像在河里热一个硬币一样 连一点波澜都没有 Nobody cares Nobody does not matter 那么你凭什么要做 那不是浪费你的生命吗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研究是一个有很大的这种竞争性 竞争性 就是说你不进则退 你进了慢也相对在退 所以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 你就在你内心深处你要有这种紧迫感 有这种紧迫感 你不能说啊我这个想法太妙了 别人绝对想不到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在做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也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最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就是work harder 努力去做 当然你也不要work太好了 然后你也有生活和这个工作的一个平衡 不要影响你的健康 对吧 我们有一个笑话说 我以前做教的 刚刚做教授的时候 我们的院长说 你们要知道我们需要活的 拿到终身教职的副教授 我们不需要dead associate professor 就这个意思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活的 拿到学会的研究生毕业的 所以要大家注意这个身心健康 对 好 这个地方我就要开始跟大家说 这个 这个you and your research 我大部分的演讲都源于Richard Hammond 因为他对我有很强的影响力 这个很多年前 我已经看了这个演讲 读了他这个演讲的这个transcript 这个文字稿 我几乎每年都要看一到两遍 而每次看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所以我这边摘一些我觉得最引起我共鸣的事情 这个对我们做研究选题方面 有非常好的这个指导的意义 去告诉你 就是说那些非常joy的研究人员 他们是怎样来看待 对吧 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我这个地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大部分的都打双引号 就是说他的原话 就是说他说你做研究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这个modest 叫谦虚要放下 就是I have to get you to drop modest 你把你的那些谦虚的东西放下 对你自己说 yes I would like to do first class work 我要做一流的工作 一流的工作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 可能我们的社会 包括在我们中文社区里面 大家都对那种自己吹牛的人说 我要做一流的工作 那种人就是要皱眉头 Fran就是皱眉头 你不应该这样困而嚣张 你做好的东西可能是有时幸运 因为你自己幸运 Do great things by chance 很多人做那些伟大的工作呢 是偶然的 OK 他说 Well that's a kind of dumb thing to say 这样说 其实就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他说呢 你 You shouldn't use set out to do something significant 为什么你不去把自己的目标高一点 大家做比较显著伟大的事情 他说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不需要大声的告诉别人 You don't have to tell other people But should you say to yourself 但你自己对自己大声的说 Yes I would like to do something significant 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研究的话呢 你不需要告诉别人 你要做一流的工作 你告诉你自己 好吧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优酷里面 我已经放了这个 你们可以去查 You and your researcher Richard Hamming 应该能查到 谁是Richard Hamming呢 你们知道在50年代的时候 三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如何用计算机来解温方程 对吧 我们有定步长法 变步长法 其中有一个变步长法 就是Hamming发明的 Hamming法 当然他还在编码和其他这个信息 编码理论里面 他有很多比如我们知道的 Hamming code Hamming distance 等等等等 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 他做多方面的贡献 你看他前面的这个电脑 其实提醒我们做伟大的工作 跟你所使用的电脑的性能 不是太大的关系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电脑 跟我们现在的电脑比他差了好多 对不对 可是人家做出非常伟大的工作 那么我们有更好的电脑 我们也应该做更好的工作 所以我们还要寻找他的这些思想的根源 他能够激发我们做研究 这些作业的热情 所以我们继续来引用他的工作 等我一下 等一下 等我一下 他说呢 你如果不想这重要的问题 你如果不选择重要的问题的话 来工作 来攻克他 那么很可能你做了这个工作 就不是重要的 那这个很显然 他说 他说 This is perfect of years 你说你做了一个不重要的工作 然后不重要的问题 然后你说你这个工作很重要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重要的问题 所以伟大的科学家呢 他呢 他通常都会认真思考 in a careful way 仔细的想 然后他们那个学科呢 有哪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然后呢 他总是关注他 然后思考如何来攻克他们 对吧 攻克他们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你和其他的研究人员 或者说你的同事 你同实验室的 或者说邻居的实验室的 或者导师 你可以问一下啊 我们这个领域有哪些重要的 没有解决的问题呢 你完全可以这样问 对不对 也不知道你可以问啊 而现在有chat gpt 你可以问问chat gpt 他怎么说 我在这个小领域里面 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熊而未觉的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吧 所以成功的这些科学家呢 他说呢 他一个重要的特征之一呢 就是要有勇气 我可以想象大家都很有压力 比如有发文章的压力 对吧 要毕业的时间的压力 那么我们还是不要忘记 我们要有勇气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有些东西比较容易 有些东西比较难 所以这个选择做难的 还是选择做容易的 那个时候呢 这个勇气就会体现出来 就是说如果你的勇气有了的话呢 而且相信你自己可以做这个重要的问题的话呢 那么你就一定可以 如果你觉得你不行 那几乎可以肯定呢 你真的不行 所以这个他和这个Claudia Shannon 在这个贝尔实验室 他是邻居 这个办公室相邻 所以他就特别羡慕这些伟大的人物 他说他们的重要的这个 优点就是有勇气 有勇气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把勇气给忘掉 不要忘掉 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 不要让自己太舒服 对吧 所以这个才能做好的研究 好我们继续引用 然后他说 这个我其实已经跟大家说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好的工作 以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让其他人在你的这个基础上 还可以有东西做 他们说我是站在谁和谁的肩膀上 所以我可以看得更远 对吧 所以整个这个科学的发展是一种累积过程 就是有的时候呢 你要想一想把这个问题稍微改变一点点 你就可以能做出伟大的工作 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的工作 所以好的工作和伟大的工作 是要区别的 是吧 什么叫伟大的工作 伟大的工作你奠定了一个东西 让很多人踩在你的肩膀上 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就这个境界就不大一样 是吧 然后他说你不应该去 attack some isolated problem 就是说那些孤立的一些问题 啊 然后呢 他说我我立志要做这个 never again solve isolated problem 啊 要有这种一类的 有特征的这样的问题 呃 什么意思呢 呃 我听说在数学界人家是这样说的 说一个好的数学家 呃 是这样的 就说不在于他解决了哪些问题 啊 这个你解决你能解题 解决问题 呃 叫解题家 你永远成不了伟大的数学家 啊 问题是那个问题原来从哪来的 啊这个就很重要的 所以说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呢 通常是能够开创一些 啊新的领域 使得有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工作 比如说陈景森做的这个微分几何啊 这个方向啊 这个从他开始蓬勃发展到今天 给了很多人和和无数的人呃 啊有饭吃 哈哈有工作做 嗯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这段时间 希望大家做研究的时候也要往这个境界上去想啊 就想就说你给谁再提供一个肩膀啊 让别人的站在你的肩膀上 而不要直接说被动的去解题 好吧 好我们继续引用 这个还有很多后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把这个解决这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个我们讨论了以后呢 那么我们关于研究卓越呢 就是说要要立志高原 要解决难一点的问题 要比较重要的问题 要有勇气啊等等等等啊 所以下面呢这个就是说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呢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 就是写作啊 我首先跟大家有一个warning 警告啊 你永远不要觉得你的写作是过关的 无论是我这边的中国来的学生 或者是美国的学生 或者其他国家的学生 他们的写作都是有问题的啊 都是有提供的空间 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我的写作还是有这个提高的空间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关于这个写作 写作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所以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师父的事情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这么个说法 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说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如果没有写下来 那它就没有发生 那这个我在英文世界里这句话 那普遍大家都理解 就是说叫叫叫写作非常重要啊 写作非常重要 所以所以这个写作叫match needed habit 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的一个习惯 所以大家习惯写 习惯写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凯文莫有一个关于写作 我以前的博弗导师 他准备了一堆这个slides 关于写作和做报告 所以这个内容呢 我线下的跟博弗导师分享 然后再分享给其他同学 我就不深入的去讲这个写作里面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所以要知道写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 不要有为难的情绪 写作非常重要 而且要细水长流的写 好 这个写作的事情我们讲了 下面就是关于阅读 这个阅读呢 其实我曾经用一个比语 就是说这个 你知道唐朝的人要写诗 要读多少个多少个唐诗呢 叫熟读唐诗三百首 就是要读三百首诗 你才差不多可以有感觉可以写出好好的诗啊 所以这个阅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要大量的阅读 但是呢阅读也是非常伤感的事情 你正在读的那个东西呢 你要意识到 If you are reading it you will not publish it 因为这样呢我就剽窃了是吧 你如果再读它 那你就不能再发表它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伤感的事情 有时候我读了一些文章 我发现哎呀 这个思想我早就有 人家把它发出来了 搞得我很难过啊 很沮丧啊 所以所以你读的时候呢 其实要有这样的意思 我读它的原因 是为了超越它 或者说把它踩到脚下 踩到脚下 叫Be it Be it 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阅读啊 阅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刚开始很痛苦 阅读越多 好像就是让文献给埋了一样 喘不过气了 这个没关系 这是很正常的感觉 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读啊 就会发现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嗯我读了这么多 现在好像没什么可以读了 所以这个是时间 我来学点东西 让你们读一读了 所以你就有发表的冲动 因为你有新的见解 是吧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 我们在一个研究小组里面 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快速的阅读 和和别人分享的那种阅读 叫Debriefing 就是我读了 然后把它讲出来 这文章主要贡献 还有他这个文章给我们提示了 我们还有什么机会 这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读啊 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曾经说 我曾经说这个唐朝人读三百首诗 才可以开始写诗 好像是有道理的 他们 那么你现在要读三百篇文章 然后开始写自己的文章 我觉得这个也不过分啊 人在座的诸位 有没有读到三百篇文章呢 嗯 那么大家就好奇说 我多读多少文章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我一个星期平均有二十篇文章要读 平均啊 我说平均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这一年差不多一千篇 你坚持二十年就是两万篇 你如果说读两万篇文章 你想不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 那都比较困难对不对 所以所以大家要阅读啊 所以这个古人说要行旺里路 读万篇书 我觉得不夸张啊 我觉得不夸张 所以大家还在带来阅读 阅读 那么你要写要读 就是要追求研究作业 这些读和写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写的方面 我还有一个提示 就说大家都看到有人说 拿到这个风头 这个拿了几千万啊 几个亿的风头 你能想象一下 他拿到这个风头之前 没有写任何东西吗 所以这个写作呢 是必不可少的 是你成功之路上的 这个必不可少的缓写 你难以想象一个人 什么都不写 然后他很伟大 这个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写作是necessary not sufficient necessary 就是必要但不充分啊 所以你做好的工作 定义好的问题 写出来 你读了很多 然后写出来 你有信心声称自己是第一 或者是更最好 或者是 这个与众不同 那么你要写好的工作的话呢 你还要做presentation 做报告 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同学 很多年轻的学者 对这个做报告这个环节呢 抓了不牢 抓了不牢 所以要改变关键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这个做报告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因为大家都很忙 对吧 能有机会来听你讲 你就要好好的把它准备 进行准备 所以我 这个地方有一套 有一张slide 我把它 关于这个做报告的这个 这个目的和效果 我说这个叫I words 就是牙矮开头的 首先 要叫informing 这个报告呢 是来 来告知别人 你做了什么结果 你做了什么样的好的工作 为什么是好的工作 但是呢 这个inspiring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还要 启发别人 别人也许没想做你这个方向 但是听到你这个以后 他说我也想试试 这就叫你启发了别人 你激怒了别人 是吧 第三个叫impressing 就是说人家慢慢听到你的报告 哎呀觉得很受感染 觉得哎呀做得真好 所以他对你的印象比较深刻 这叫impressing 让别人印象深刻 那另外一个I word 叫intimidating intimidating 因为做研究是互相竞争的 然后呢你这个报告做得如此之好 你的结果的前因后果讲得非常好 让他觉得他没戏啊 所以说他说算了 我就不加入这个topic 我不做了 没有什么机会 这样相当于你的好的工作 就把别人给阻 阻祸住了 对吧 所以intimidating叫阻祸 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improvising 啊 在你做报告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时候突然 有一个灵感 然后呢 叫现场发挥 啊 那么就有这个创造性 往往是从improvising出来的 啊 下一个I呢 叫instilling 叫灌输 或者细水长流 啊 这个灌输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你提一个理念 然后呢 你希望大家相信你 啊 也跟随你 就是说你要有 你希望你有跟随者 那么有时候你要不停的讲啊 啊 不停的讲 就是说 呃 哪怕重复的讲 也没关系 但是每次可能都不一样 啊 所以这个I instilling 就是要灌输给 把你的这个理念灌输给别人 啊 对 就这个道理 这个另外一个叫innovative 那你总要让你的听众啊 有一些新鲜的啊 东西可以带回家 对吧 take home message 也不能说听完了就什么都忘了啊 啊 至少能够记住一些东西 哦 我多年前听过谁谁谁一个报告啊 他他他那个时候就想到那个那个想法啊 啊 所以那个挺新的啊 对吧 现在仍然啊上上发光啊 所以这叫innovative 嗯 然后我和很多啊 我的学生讨论啊 还有我跟我的同事啊 讨论 然后我有 我学了几个新的I words 一个叫inciting inciting inciting就是说你对这个题目是如此的激动 很激动人心 当然别人不觉得激动啊 你要把这个exciting的这个这个激动呢 要传给别人 叫inciting inciting好像有点点贬义啊 叫煽动啊 你所以你的演讲有煽动性啊 有煽动性啊 嗯啊 比如说我有一次做一个演讲 叫分数阶微积分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就有点煽动性啊 让大家知道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你你这个分数阶微积分会负能给你啊 有很好的创造性啊 好 那我另外一个学生Derek说inciting 就是说你还有洞察性 让人家觉得哦 我原来知道这个 当然我没想到还有那个 对吧 这个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做演讲的时候 当然也不需要说语不经人事不休 但至少让人家觉得呀 我听到好像有点意思 我记住了 对吧 当然Interesting 是我那个学生 最新那个学生Rashi 他说要有趣 对 你不能说直接念这个 念这个 有的人把这个上面写了满满的小字 然后在那念 那个是不对的啊 不能这样做 要做到有趣 生动 那么Bruce J West 有时候开会我跟他分享这个I word slide 他说还有一个叫inviting inviting inviting 就是说那个邀请别人也来做这个 就是同时告诉别人我做了这么好的工作 对吧 同时也告诉别人还有一些机会 在这个技术上还可以做点什么 这个就叫inviting inviting 带有邀请性的 所以这个做报告呢 希望大家啊 只要抓住这几个I 不是所有的I 有一两个也够啊 所以如果你这个一个I都没有也不好啊 对不对 你这个演讲人家只皱眉头浪费我的时间 啥也没听到 天天在那念slides很干 很干涩 很干涩 这个也不好 所以你如果经常这样 人家就生成一个意义啊 这个人这个做报告很差劲 他可能自己真的没有真正的懂 所以他讲的就很dry 通常是这样 你要真懂的人会光通 你会讲的很有趣也很激动 有感染性 如果你自己没有完全闹斗 可以你讲的就干巴巴的 是的 好 这个I words 那么我们听听Rich Hammond怎么说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大家一定要牢记一句话 我现在先说在前面 就是说 也一定要记住 大家都很忙 大家都很忙 Everybody is busy 他说啊 我现在来跟大家说啊 一个一个distasteful 就是好像无趣的一个话题 无趣的话题 一个topic 就是说你做好的工作 你还是不足够的 is not sufficient 你做一个好的工作还不足够 你应该去把它卖出去 sell it ok 就是说宣讲 然后让大家认可 是吧就是这种 叫selling 那么这个文章也一样 你的selling point 是什么 你的卖点是什么 对不对 你这篇文章值得发表 值得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就是一种selling 是一种selling 所以他说 这个selling 就是这个 把它卖出去 兜售出去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 可能听起来好像很 很无趣 也许很丑陋 是吧 很丑陋 好像你不应该 必须做它 是吧 说啊 这个世界应该 在那等着你的好的工作 然后你呢 做了一些伟大的工作以后呢 他们都冲出来 然后欢迎你这个结果 他说事实上是这样的 Everybody is busy 每个人都很忙 对不对 每个人都很忙 所以 You must present so well 你要把你的报告做得如此的好 然后呢 他们可以把他手上正在做的事情放在一边 来听你说 look at what you have done 看看你做了些啥 然后呢 读一读你写的东西 然后回来说 嗯 嗯 yes that was good 那挺好 这就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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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说 让人家听了你只做梅头 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我啥也没收获 对吧 嗯 他讲的如此的 呃 呃 干涉 好像他们并没有真懂 啊 你次数多了以后 都是这个样子的话 人家就小看了 以后就 懒得 听说你在做梅头 人家懒得去听你说 对不对 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啊 提高自己严谨的这个能力 啊 所以我们再回去看这个I-words 给你的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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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贴士 tips tips 这个可以看到 tips 叫贴士 啊 一些一些 一些小小技巧 小技巧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I-words 我还挺自豪的 啊 这是关于做报告啊 关于做报告 那剩下的问题呢 这个 这个Richard Hamming呢 他还说这个报告 他说还分两种 一种就是正式的专业报告 啊 你的听的人都是专业的 是吧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 啊 Informal Talks 就是说那种非正式的 啊 比如说你应该会用非常简单的语言来向别人介绍 他不是你这个专业的人 啊 嗯 那你仍然那么懂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重要 对吧 这个有时候这种Informal Talks 比如你参加一个party 一个聚会 啊 那大家聊一聊啊 你在做什么呢 啊 这个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大概在1985年 1985或者86啊 也许是86 啊 我参加了一个演讲 啊 参加了一个演讲 就是说他的这个人叫 吴贤明 贤 吴贤明 贤者的贤 明 吴贤明 你们如果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呢 啊 啊 我听过吴贤明的演讲 我至今都记得 你现在已经多少年 三十多年了 对不对 我至今都栩栩如神的记得 他上来的开场 白时说 哦我 这次回上海 探亲 啊 看到我的老同学 他们问我 啊你这么多年都在美国做些啥呢 嗯 他说哦 哦我其实也没做啥 我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说你给了我一堆数据 通过我这个盒子以后呢 我给你输出一个文方程 啊 是这样的 而当时我一听就觉得哎呀很好 现在听都觉得很有洞察力 他是做这个动态数据驱动的 他那个时候啊 八几年的时候就做动态数据驱动的 这个系统用在这个机床 这个切靴的时候 什么时候换刀 这个刀具他也会磨的 对吧 磨了以后他这个振动信号就变成变化 所以他把这个信号的提出来 就是数据 然后再形成一个模型 而根据这个模型的特征和参数的空间里的一些变化 来判断好该换刀了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在这个智能制造里面就非常重要 所以你想这么早就在做这些事情 数据驱动现在大家都很流行 人家那时候就开始做啊 当然他几年前去世了 就是很可惜 嗯 再次跟大家说 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 就是关于凯文莫 关于这个写作和做报告的一些 一些具体的建议啊 我就不跟大家花时间过 然后这个文件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看到这个 这个呃 关于research excellence 我讲了 呃差不多 五十分钟 是吧 呃 这个 下面呢就是说 关于做研究呢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 因为 嗯 你比如说你写了篇文章 你有没有想一想就说 这篇文章其实代表了你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面貌 是你的一张名片 或者说是你的这个 这个baby 你的孩子 啊 也是你的一个广告啊 啊 人家看这文章 就哎不错啊 是吧 啊 人家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吗 怎么老做这样低级的东西 对吧 啊 所以你的文章是你的名片 同时你要想到你的文章也是你的这个 呃 网络里面的一个节点 所以 你写的文章 你引用了引用了那些前人的结果 啊 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应该考虑给那些你引用的那些作者 去把你的文章送给他们 告诉他阿威引用你的工作啊 就是说我又做了一些新鲜的东西 人家至少知道你的存在 也不会花你的额外的钱 对不对 啊 所以一定要记住你写一篇文章 叫文章是千古事 对吧 过去说文章千古事 嗯 你想想我们还在读李白的什么 传前明月光啊 这几个字那传一千多年 对吧 啊 所以 这个 到我们的文章能传多少年 这就不知道了 对吧 啊 所以这下面我要说这个impact的问题 就是它影响力的问题 所以这个影响力 也是原因 这个原来的这个问题的定义啊 你的定义非常重要 对吧 好 所以你总是要让你的文章对读者有所启发啊 所以我建议你的文章的后面呢不仅仅要有结论 但是 还要说未来还能做点上 至少你想到这个 别人将来顺着你这个想法 做出新的工作 他会智慧 会引用你 对吧 所以 未来 所以未来就是说 future work 或者说 further investigation 进一步的调查 这个建议啊 这些可以简单的写 啊 这个也体现出来你的思维的境界有多高 所以你的文章呢 最好是有这些内容啊 就是不仅仅有结论 还要讲未来工作啊 未来可能的工作啊 当然了 这个未来可能的工作 你说出来以后呢 也是对别人是一个警戒 比如他读你的文章以后 他也想做 他就会想哦 他早就想到这一点 可能人家已经做了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不加入这个竞争了 对不对 所以还有这个小小的这个作用 不管怎么样 你要对你的读者 要有一些新东西 可能对他有用的东西 啊 如果你不能肯定 你就不要写啊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networking呢 希望大家牢记一下 就说你要被别人理解 或者被别人引用 被别人提起啊 那么你就要考虑这些因素 那么关于ethics呢 这个我不能展开说啊 这个地方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资源 就是说我实验室的资源啊 就是laborate source 大概有50分钟的样子啊 每个大概5分钟有10讲啊 关于麦克罗伊这个UIEC的这个老师 我们一起开个会 啊 关于这个研究能力啊 啊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们又有一个是非标准 啊 他 据他说我们 啊 有差不多有1万小时的啊 啊 这个 这个工程训练 那么关于这个能力部分呢 虽然非常少的时间 但是呢 他可能对我们起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大家呢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检查一下这个 我的这部分的内容 关于研究能力的事情 啊 所以我要求我的实验室 每个成员都应该去来看一下啊 啊 这个研究能力的内容 嗯 嗯 我相信我们 嗯 很多学校也开这样的课 还开这样的课 所以我觉得多听一听别人的意见 嗯 他就讲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其实这个ethics无处不在的 比如说你坐一个电梯 你对这个电梯有信心 他不会 把你掉下去 给你 给你给你受伤是吧 你对这个东西的信心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这个坐电梯的这些人 他有一些他的工程上的 啊 伦理的要求啊 嗯 所以 就是这个ethics 希望大家花点时间 把这个研究伦理的方面看一看 嗯 当然说我们不能抄袭啊 不能连续有两句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呀 甚至一句话都不能完全一样 所以你要paraphrase 要重组一下你的这个语句 使得他变成你的用你的话写出来的 那才可以 还有引用啊 啊 包括想法的引用啊 间接的引用啊 这些 这些问题都 啊 都有啊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你做生物啊 动物啊 啊 福利有关的这些东西 也有一些这些伦理上的问题 所以希望大家看一看 不至于我们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了 我就不展开讲了 希望大家注意啊 希望大家注意 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在引用这个Richard Hammond 他说 很多人呢 有这个叫self delusion 就是个人的这种幻觉啊 他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 啊 所以很多时候就说 叫alibi alibi alibi 这个意思就是不在现场 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哦 他成功了 他说 我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啊 但我只是没做啊 等等等等 就找这种借口 这个是要不得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 跟那个王阳明那个哲学 阳明哲学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还要啊 叫 要付诸行动 啊 付诸行动不要在那幻想啊 不要在那幻想啊 啊 那么就要问你为什么 你不是第一 为什么你没有做 把它做对 所以不要去欺骗自己 所以还是要付诸实践 是吧 对你自己要诚实 这个时候就像海明说的啊 这个很多人有时候有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说 哦 这个东西我以前也有个这个想法 总是这样的话是不行的 都这样是不行的 你要付诸时间 要做它 所以总体来讲呢 我总结一下 就是说 关于这个 这个为什么很多人呢 他能够做很伟大的工作呢 啊 他说呢就是首先你要你要工作在这个 重要的问题上啊 这个问题要重要啊 然后呢你还要 emotionally involved 你真的就是说内心 就是做好的研究 变成一个内心的需要啊 需要 然后呢有时候你有一些 比较困难的问题 你可以稍微换个角度啊 对 所以 所以 那就变得可以做啊 可以做 所以 做到这一点你就 go force and become a great scientist 这是Richard海明说的 所以 总体来讲就是说你要追求卓越的话呢 就是说你首先你想追求卓越啊 你要想啊 你说我不想追求卓越 然后碰巧我 我的研究很重要 那个你在欺骗自己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有很好的inner drive 就是内部的驱动力 好啊 关于教育的部分我就不说了 时间到了 我曾经做这个中学的这个工程研究院的这个中学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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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指导委员会的这个一个成员 好我在那开会的时候我照了张照片 他很喜欢这句话叫hammering out 啊 Excellence 叫锤炼出这个卓越 所以是要锤炼的 你跟打铁一样的 那种 所以我希望这个啊 这个这个演讲呢 给大家啊注入一些正能量 然后大家啊 从此来啊 很愉快的追求这个卓越 啊 还有一个啊 广告我要做一下 就是说啊 我们这个何一曲老师啊 嗯 他原来是哈佛大学的这个 这个冠名教授 他已经早已退休了 他还加入了清华 整成为的清华的一个 一个一个网络系统和智能中心 啊 他们和他的学生啊 写了一本书叫新学者融入世界科团 科团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书啊 然后呢 我我把它啊 做成一个电子版 然后呢 也可以读单独的分享啊 不能够大批量的分发 这样不合适 啊 所以你们觉得需要读一读这个 这个的话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 啊 另外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 嗯 嗯 很喜欢给大家简单的说 就是说 这个AI呢 非常 非常啊 时髦啊 对 当然这个有一个人呢 你可以记得一下这个人啊 这个人 嗯 嗯 他做了一套slide说 如何来识别 这个 AI snake oil snake的叫蛇油 也可以 中国的话叫 啊 中文的话叫 这个大力王 大力王 所以有些人在那个卖大力王 嗯 所以我跟随这个人 我就有时候他就非常啊 有意思 讲得很深刻啊 就是说AI的很多东西都是浮云 啊 所以大家要 要有批判精神 要独立思考 也多听听这些人的意见 好 谢谢大家啊 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吧 哈哈哈 这个我今天就到这 嗯 然后 ok 走 这个 非常 我就 我就讲到这吧 好吧 啊 好的 非常感谢 我把这个放在这给大家看 分享 所以大家 大家不要说你现在做的 非常感谢陈教授精彩的讲座 嗯 陈老师让我们 嗯 对如何选择研究主题 研究中的阅读 以及写作的各个环节 在实现主题中的作用 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嗯 我是全程在认真的听陈老师的分享 觉得陈老师呃 分享的内容很有趣 而且确实很有意义 那很多故事和经历呢 让我觉得还是会去有很多的启发 会愿意去在会后可能有更多的机会 跟陈老师有交流 或者再去思考 所以觉得还非常好 啊 那 下面我们进入观众互动环节 呃 大家可以 按 举手的图标 如果我看到后 会解除 呃 您的这个话筒限制 如果 由于人数太多导致等待 还请大家耐心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嗯 呃 邓老师 那个就是好像有一个那个听众呃 丁斌举手 赵老师 我 我已经解除了他的经验 是丁斌老师 我是学生 我我 邓老师您好 呃 刚才感谢杨教授的这个陈教授的分享 我想问一个 我有个问题就是 那个就是在写论文的时候 这个这个配图这块 呃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就是配图这块要注意哪些东西 就是文章里面的一些 呃 就是论文的就是结果吧 这个图像怎么配 怎么编排版 好 这个这个很具体啊 就是说取决于你的领域啊 研究领域 呃 据我所知 呃 我们这些搞控制的 信号处理的这些学科里面配图的 那他的这个caption 就是他的图标 标题都有点偏短 我曾经看到呃 有这个物理的或者生物的人 他的这个图啊 下面的这个图题 title 呃 居然是能达到半页纸这么长 呃 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加图的时候呢 要让这个图的这个标题呢 要信息足够丰富 你不能说啊 这个就是反正结果 呵呵 这个东西不好 对不对 你应该说啊 什么情况 什么条件呀 这个反正结果 虽然你在这个文章里面也有说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机会去看文章 没有功夫 所以看了你这个题图 图题 呃 就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大家要把这个题目足够丰富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说呃 一图 一一张图顶到一千个字吧 呃 呃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说法 呃 所以图呢 呃 我觉得还是尽可能的去加 而且让它有一定的内行 需要大家花点时间才能了解 有些东西一抹了然呢 你画一张图 人家就觉得这很平凡 叫trivial 而要不要给人这样的印象 呃 通常图会带带一些这个洞察力 呃 有外的这个理解 所以如果说一个 啊 这是在直线 你画一下直线 没有意思 对不对 呃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比如像nature science 那些人的图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浓缩的这个 这张图其实就在讲一个非常丰富的故事 呃 而不是这样平铺直序 然后把这几个线画一画 他可能这张图里集成了很多的信息 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加图的时候呢 不要加那些比较一模了然的 比较平凡的这种图 另外这个图的这个图的 这个图的 题 图题 叫figure title 要尽可能的含有丰富的信息 使得大家看了这个图 读了这个图题 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而不要再去读文章 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practice 我以前也注意不够 啊 现在我的图题 通常都会比较丰富一些 嗯 啊 啊 谢谢您 您知道 我 我 我再看一看 啊 这个问题比较具体 谢谢您啊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您啊 小丁 啊 没问题 嗯 谢谢 好 邓老师 那个赵子涵 诶 是张琳杰 哦 已经解释了 啊 啊 好 那请问 张 张琳杰 能听到吗 他这边好像没有话筒 哦 张琳杰的声音 可能听不到 嗯 要不张琳杰 你先挑证一下自己的设计 啊 啊 啊 老师 您现在能听到吗 啊 听到声音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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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刚才可能才有点问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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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您好 是这样的 啊 您刚提到一点 我认为就是挺好 就是 您说是 您会在 就是 听取别人的这种讲座 或者是一种 就是 讲 讲 传授之后 就是 会 能从中提取这种有洞察力的观点 然后我想问呢 就是 嗯 因为我也 就是 可能在之前也听到过别人的一些 就是 这种 就是 讲他所做的事情 或者他所读的 读到的 有意思的 但是我发现 把他 把这个东西进行归纳整理 然后来形成一个 能转化成一个自己会有用的观点 然后就是 感觉这个 这个过程还是说 比较 就是 比较困难的 所以说您在 就是 如果来归纳提取 就是 核心的观点 然后从而能从中 能够 就是 就是 集取 变成 变成自己的灵感 就 这个过程您有什么 就 可以 就是 指教的吗 要不让你指教 我谈谈我的想法 就是说 嗯 首先呢 就是说 现在真正从零起步的 就是说 从零到一 大家都在说 千万不要被这句话给误导 就是说 从来不是从零到一的 比如 阿因斯坦的相对论 他如果不发表 其他人很快也会发表 因为他已经 之后累积到这个程度 所以不存在这个所谓的零到一的问题 你说这个 呃 Steve Jobs 呃 这个苹果 他 发明了这个 一个想法 就是说 哎 我根本不要键盘 用触摸屏 然后呢 就可以 呃 手机就发生了革命 就把那些用黑霉 用这种小的键盘的那些 全部杀死 对吧 呃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他凭空想出来的 呃 他已经累积了很长时间 呃 所以 这个 从零到一呢 是一种误导的说法 呃 就是说 呃 毛主席说 这个人的这个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的 对不对 啊 肯定这个 这个 我们也问 人的这个原创是想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是的 所以 怎么来的呢 哎 就是你行万里路 呃 读万传书 以后他就会涌现出来 是你没有想到他就出来的那种 啊 是在这很多基础桌上的 所以你要布兰群书 要盘真博影 要有联想 这恰好是我们人类智慧的一个重要体现 所以 呃 再说一遍 做原创的工作是以很多的累积为基础的 呃 有时候导师会为给你一个想法 其实那个想法在他脑子里可能已经挣了很长时间 他通过他读了很多文章以后才判断这个东西值得做 做了以后有可能能发表 可是作为学生来说呢 他这种判断力是缺乏的 呃 你们 所以还是要虚心听老师的一些建议 呃 你的判断力还没有到 因为你的阅读量和演技没有到 所以导师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 当然学生看不起老师也很正常 对吧 呃 因为你们读的这个测重点不一样 呃 这个没关系 当然老师有老师的特长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听一听 呃 老师的建议 或者其他老师的建议 我不知道国内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 这个Committee Member 是几个老师 所以你把每个老师都要把他们 呃 用好 使得他们做出相应的贡献 而不是挂个名 对吧 呃 所以呃 他们有责任想跟你分享这些想法 呃 另外就是说你要经常去参加会议 呃 拼不同的意见 呃 我认为创造性原创性 它的真正的来源是什么呢 真正的来源叫 叫什么 叫多样性 不同的意见 我们以前不是说 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这个百家尊名百华其放 就是说不同的声音 还有我们古人说 呃 常言说 这个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呃 呃 其中就有 可能有些鸟是原创性的鸟 呃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原创性 创造性来源于多样性 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谢谢老师 我就是感觉我每天就是也很 就是也很努力的在做这个 就是您说的这种不断的 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 然后就是保证一定的阅读量的这个问题 也在认真的做笔记在归纳 但是就说是往往把把这些 我可能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提 就是把它提升成一个 能够变成一个创新工作的东西 我觉得您提的这两点建议就是 像像老师还有就是说是参加学术会议 就是是非常必要的 然后之后也会就是说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谢谢老师 好的 这个你这个 我非常欣赏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共性问题 我也经过过这个时间 这个阶段 我把它叫做导师缺乏症 就是说我已经离开我的导师 没有人再告诉我做什么是新的 是有创造性的 所以我要自己开始做 所以我的体会是批判性也很重要 批判性也很重要 就是说Be Critical 要带有批判性 你不要就批判接收 是吧 我的意思也可以问这些问题 如果这个东西不成立呢 它那个假设不成立呢 什么情况下这个假设就是没有道理呢 那么想这个假设要拿掉吗 对不对 所以你问这些问题 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它的情况变成你的特例 对吧 这是一种可能性 当然了就是说 旧的和旧的加起来可能是新的 还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有人没有想到 用这个已有的方法解决这个已有的问题 也从来没做过 而你把它把它做起来也叫创新 其实我有一张slide叫做 Steve Jobs论创造性 叫Steve Jobs论创造性 他说了一句话也非常重要 他叫connecting the dots 就是你把这个点和点之间的一根连线 就是大家都没看到这个点 这两个点之间有根连线 你第一个看到了 然后指出来 这也是贡献 这也是原创 好 谢谢老师 然后非常感谢您 这个是Steve Jobs 不是我的 不过就是您把他的这个就是 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归纳吧 然后会对我们就是这种现实 我们这个实际的情况更加的适用 谢谢老师 很好的讨论 谢谢 让我对西淀的同学刮目相看 嗯 不错 陈老师您好 韩忠建 陈老师您好 我有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也是毕业很多年了 然后在研究所工作 就是我们在这个写这个文章的过程中 有几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以面向产品开发为主 所以呢 在这一块主要是在技术的一个应用 但是呢我们的论文其实在原创啊 在这种方法啊 以及这个材料上 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去偏了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写文章大部分存在的 就是说这种 啊 就是一种仿真呀 或者有验证 这样的话 他的这种 我感觉啊 就是一种重复性的 一种 一种工作 所以在这一块 你有没有 什么好的 我觉得 我觉得你 你做的工作很有意义的 你要意义自豪 所以 评价的体系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要把R和D要分开 呃 这个是Research 我没有说Development 所以你那个工作呢 比较偏Development 这没有错 只是我们的评估呢 就不应该去追求所谓的天下第一啊 你的这个追求的这个目标呢 是你拿钱讲话 哈哈 对吧 你赚到钱了 就是你厉害啊 是不是啊 所以 叫Market Driven 比如说用 用市场来评估 呃 你你占了这么多市场 他也做这个 但是他只占那一点市场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来评估一个成功的说法 成功的说法 这个意思就是 就不应该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原创 你即使有原创 你也其实不应该可能去发表 就是说你要把它做成专利 啊 这个保护你的知识产权 呃 所以这个 在西方国家这个R和D 其实是分的很开的 呃 再我再说一遍 就是大学就要做大学的事情 那么研究所就要做研究所的事情 啊 所以不要把它搞混了 对 所以您您一点都没错啊 只是说 有的时候大家把大学的这个 持持这个衡量的指标 用在我们研究所这个人的指标上 我看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对您说的 对啊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在 呃 产品开发的过程中 其实这个比方现在这个要求 就越来越严苛啊 啊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啊 啊 我们只能就是说要不就是外包 要不就是 合作 但是对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提升 就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这个 啊 产品可能就面向一些特殊行业啊 啊 所以这一块的话 其实对个人的挑战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 在保证风险的前提下 对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提升 就弱一点了 呃 在这块研究上也就 也就少一点 所以慢慢形成的一种 结果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在技术上就是一种引进 这种模式好不好 合不合适 嗯 呃 引进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问一问 难道我们真的做不了吗 其实不是啊 评估体系的问题 只要我们下决心做 还是能做出来的 别人能做 平时我们不能做 对不对 呃 所以 这个不是理由 啊 这个做这个引进的这个 决策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咨询 大家的意见 呃 其实这是个双刃键啊 对吧 你可以快速的到达这个指标 能做了这么好的指标 用别人的东西 但是你就压制了你本土的这个 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和热情啊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平衡啊 我觉得我具体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应该放一些人啊 放手让他们去探索 然后有一些悬而未决 那些所谓的呃 这个核心的问题 一直解决不好的 那么就就一定一直去去去去去去 攻克它啊 总是有办法的 对 我一直就是这样说的 呃 在这些问题上 别人能做 我们也一定可以 只是说 是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做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 是不是愿意做的问题 啊 要每次这个苦 下这个 这个 这么多功夫 去做的问题 嗯 我们肯定可以做 好 给文学说 好 谢谢 谢谢 很多时候我们看的这个paper 它里面的那个 project 都是开源 把原代码开放出来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这个作者 他会把这个工程实现 与他的呃这个idea结结结结结合的比较紧密 呃有的时候我们去分析他这个代码 具体 是怎么work的 可能就看起来比较麻烦 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中 呃我个人一般是采取 与这个作者 邮件通信 或者说去他那个 github上 那个论坛上 跟他去直接呃这样子 你来我往的沟通 嗯 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 他们更乐于跟你讨讨论这个 他的这个idea到底呃 是怎么提出怎么想的 或者说怎么解决的 但是对于这个工程里面的一些技术细节 他不太乐意跟你讨论 或者说他回复你的内容里面 与这方面相关的比较少 但是我是具体想把他这个一些技术细节 看懂的 但是他可能跟我给我反馈的这方面 东西不是很多 而且这个现象是挺普遍的 我跟国内外大部分是国外的吧 有一些是华人的 也有一些是老外 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发现这个方面就特别普遍 或者您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 呃让我快速的就是跟他们就是 接触上这些技术细节的交流 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 啊 大家都很忙 首先你要记住这一点 对对 啊 他可以选择不理你 哈哈 嗯 因为你你这个讨论的层次太低 也不行 所以要让你的问题有建设性 啊 呃 你不能跟说啊 你你你你你把这一块教我一下 给我仔细讲一讲 这个东西肯定不行 大家都很忙 没人有时间给你当你的老师 你最好是这样 就是说你在重复的过程中 你发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 你试了一些东西 然后不work 然后把这些东西告诉他 然后让他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些东西不work 啊 呃 这个就是说 be constructive 这有带有建设性 你不能把手掌向上说给我 教我 嗯 这个绝对不行 嗯 要有建设性 让他觉得嗯 你下了功夫的 呃 你你发现了一些他没注意的事情 然后呢 他才有兴趣跟你讨论 所以一定要记住 要有建设性 你要对别人有用 你 你让他觉得你对他有用 就这么说吧 嗯 感谢呃 程老师您的回答 嗯 嗯 程老师您好 嗯 程老师 程老师您好 我请教您一个问题 嗯 不敢 不敢 就是我们呃 一些研究生啊 心 好多 呃 就好多人很迷茫 就是这个写论文 因为我知道您是高背影科学家 然后那个 呃 H指数 要80多吧 我两年前查的是80多 对 呃 我就想请教一下 那么 呃 学生一个呃 刚入门的这个研究人员 他写论文应该是呃 尽早开始呢 还是应该先读很多书啊 读很多论文 稍不等他准备的更呃 更充分一些再开始 就是说写论文要不要尽早开始 这个问题 要 要 要 啊 有一句话叫 呃 你那个 画那个 画那个 画那个条你不会画 你叫依着葫芦来画 啊 所以那也很重要 就是说你依葫芦画一条 哪怕你重复别人的工作 然后做了一些比较小的改进 不是很关键的 这个都应该写下来 知道这个写论文的这个规范 强调自己的贡献 虽然贡献不是那么重大 但是至少你启动了 你有这个胆量说 我这个文章里的主要贡献是 一二对吧 啊 或者一二三 你列一下 啊 你如果不敢声称这个东西 那你别拿去发表 但是你写 还是一种很好的断念 所以尽早写 让自己 把这个写变成一种习惯 啊 这个很重要 写很重要 嗯 但是是不是拿去发表 那个要跟你的导师好好商量 这个贡献够不够 别拿出去让人家 觉得丢人现眼对吧 啊 损害你导师的名誉 啊 所以他会有个判断 那没关系 我已经写了 然后通过这个东西呢 就在迭代 呃 在加大自己的贡献 呃 至少 你不能说什么东西都 呃 闪闪杀 然后都没有写 所以要及时总结 及时写非常重要 啊 写作很重要 你不能等到最后去写 到时候你那些结果都不知道要什么 对吧 嗯 好的 谢谢程老师的回答 呃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呃 呃 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因为我看还有人在举手 最后一个问题了 哦 没问题 西电很厉害啊 哦 还有 哦 那个张老师要不 哦 老师您好 就是 哦 你好 我是刚才举手的同学 就是老师在Presentation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我的方向比较偏理论 就是比如说偏密码学呀这一类哈 哦 我在Present的时候 给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人 他们说我 他们说他们听不明白 让我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去描述 那我 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去训练自己这样 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siling out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产品 其实 但是我就 这里遇到的困难就是 我不可能预测 就是听咒 他的知识 我也不会就是在做 在准备那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我不能预测 他的那个可能的那个 不懂的那个Point在哪里 就是 我就想说 老师我应该怎么训练自己这样 的能力 因为 在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问得很好 对 嗯 你想 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找工作 就是 我在 我就说的很开心 哦 我找到了一个数学model 然后 把数学model跟实际场景结合起来 嗯 那我可以把那个场景讲得很明白 当涉及到数学的时候 你听说说 我们就 听不明白呀 你这里讲的太抽象了 然后 就是 这是一个点 你能不能再具体 再具体 然后 就是说 把你那些数学背景 都要用最简单 很难 易懂的 去描述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对于当前的我很困难 而且在找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找research 这方面的工作 比如我找到的那个组 他 不是我小领域的人 不是我小领域的researcher 我好像他讲的时候 他也不懂 他可能就 只是听大背景 你的那个背景 嗯 还有你的那个scenario 嗯 其他的好像 我就不能给别人带来更多的一些东西 我就想 想问老师 我应该怎么去训练自己在这一方面 我目前做的就是 嗯 我也碰到 对 我知道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啊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听众 气量很低 嗯 他 你给他犯很多公事 他肯定马上就 get lost 就是他听不明白 马上就糊涂了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考虑这个 就是说任何学问 都是可以给那些不懂这个学问的人 能讲懂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说把技术的细节全部隐藏起来 然后呢写上你的文章说 你要想预知详情啊 你来咨询我这篇文章 你读 当然你不需要读的话呢 我现在告诉你 这是个什么问题 为什么它重要 啊 啊 猫啊狗是这样做的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我呢 解决了这些问题 然后呢 使得我这个性能 或者说 这个提高多少 是吧 或者突破某种界限 大家以为不可以比这个更好 我还可以做的更好 啊 这些问题啊 就说 啊 这样我觉得外行也可以听得懂 啊 主要你的 它不需要知道你的技术细节 甚至你的技术路线 啊 它只知道一下你的重要性 和你的领先性 啊 我觉得这就 其实够了啊 啊 有时候你是需要 有的时候你是需要 啊 你别不好意思啊 啊 这不是那个Richard Hemming 不是说你要drop in the modest 在你做好的研究 你要有这种 当然不让的这种想法 就说在这个小的专题上 啊 当然 老子天下第一 对不对 不要谦虚的啊 不要谦虚的 啊 一定不要谦虚 这个研究不需要谦虚 啊 你就是在这个上面 你你老大全世界你第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把它说出来 啊 不要谦虚 啊 对不对 好的 那么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也非常感谢 呃 陈教授为我们带来 非常精彩的 报告 呃 并且感谢各位专家老师的参加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能一一回答每位观众的提问了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在会后跟我们联系 呃 那么今天讲座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 谢谢周老师 谢谢赵老师 好 再见